林志玲在嫁到日本之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反感与吐槽。自然对于她嫁到日本许多的中国人有着很大的非议。但是,她的婚姻自由,我们外人也无权干涉。只是说身为公众人物的她也应该能够猜想得到在她嫁到日本之后会迎来什么样的风波。 但是她还是选择了这样去做。只能说婚姻是她的自由。而之不支持她也是我们粉丝的自由。在林志玲嫁给日本的黑泽之后,再想回到大陆发展已经非常的困难了。比如在上次的中秋节的时候,也是遭到了大陆网友们的抵制。 虽然后来江苏卫视也有邀请过林志玲。但是,林志玲对于自己嫁人之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态度改变。也许她认为自己嫁给什么人是她自己的事情。 但是粉丝们之不支持哪一个明星也是粉丝们的自由。所以,当林志玲再次回归大陆挣钱的时候,网友们还是采取了抵制她。 这完全是很正常的一种事情。你可以正常嫁人。我们也可以选择喜不喜欢你。 林志玲似乎也发现了自己很难以在中国大陆发展下去了。于是她也开始另辟门路。开始选择在日本发展。因此在日本的一些综艺节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她。 当然她的风格和穿着也是非常的日本话了。已经不再像是中国人的风格了。而且日语讲的也是非常的流利。显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真正的日本媳妇了。 在上图的照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林志玲地穿着风格是日本式的衣服。而且与在场的日本人相处起来非常的和谐。没有一丝格格不入的感觉。 如果不说她曾经是中国明星林志玲的话,甚至都感觉不出来她是一个中国人。从这里我们似乎也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嫁到日本了。显然她这么多年在日本应该也有着很丰富的生活。 当然对于她参加日本的综艺节目,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可吐槽的。毕竟这是她的生活。以后她做她的日本媳妇,参加她的日本综艺节目。 这完全都没有问题。她可以随便地挣日本的钱。但是如果想回到国内大陆来捞金的话,我想应该会更加的困难了。 虽然林志玲还是那么的漂亮。而且也非常的招男孩子喜欢。但是,中国女星千千万万。我们可以随便喜欢哪一个也可以,随便支持哪一个中国明星。这是我们所乐意的。但是让我们去支持一个日本明星。然后挣中国人的钱。我想许多人都会反感的吧。对此你是如何看的呢? 入�'dayfield,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